老公, 你幹嘛把東西都找出來? 剛才我進了財物房的時候 發現了一隻蟑螂跑進去 不是吧?怎麼搞的? 那些工人怎麼親結? 不過如果多了他們 我發現了好東西 你找到什麼好東西? 是你以前寫給我的情信 你還有保持住的? 全部都是你親手寫給我 每一隻字都充滿住我 我當然要很珍惜他們 要不然你找出來 我都不記得我寫的情信給你 那不如我幫你勾起回憶吧 又好 第一封 輝輝, 我恨你臉上那幅暗瘡 竟被我更接近你進修的臉龐 我真想成為你臉上那幅暗瘡 我什麼鬼 我以前都不知道 為何情到龍時會有這種情懷 我現在真的寫不出 不行, 這些信一定要收好 如果被人看見, 就笑到我臉上 怕什麼? 你的信全都是我自己一個看 沒人看到的 糟了, 糟糕了 什麼事? 我留了一份文件還沒看 看一份文件還沒看? 大驚小怪 先收拾東西 我先收拾東西 我已經叫你幫我買回她手上所有情信 她還約我出來幹什麼? 你是不是還有其他把柄在她手上? 這麼久了, 我真的不記得了 Linda, 寶貝, 久不見了 我從來不是跟你說廢話的 你約我出來幹什麼? 如果你要保持這種態度跟我說話的話 我保證你很快會後悔 你什麼意思? 你把所有情信拍照上樓底嗎? 放下一看, 還很清晰 連你的純印仔也看得一清二楚 無恥? 人無恥, 變無敵, 太好了 你說, 這次你想要多少? 那就要看Linda寶貝覺得 這些情信值多少錢 你不用想, 我一毫子都不會賺給你 如果你不給我錢, 我會公開這些情信 我相信他們一定很有市場價錢 你手上這疊信 我說不是我寫的就不是我寫的 所有信印, 我說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神經病 Fame, 我想你忘了 當年你愛愛愛到發瘋狂的時候 你怕他給什麼錄影帶來, 誘惑我 我忘了 當年比錄影帶那麼爆 我猜你應該會很想拿回來 你想要多少錢? 一千?萬? 你妄想? 寶貝, 你別這麼快拒絕我 我給你考慮三天時間 如果你真的不給我錢的話 我就會網上公開這段影片 到時候, 全世界都會看到 當年的農曆年是怎麼樣… 誘惑我 你怎麼看我呢? 阿蓮, 到底被錄影帶你拍過什麼? 你去哪裡? 我約了朋友聊些事 聊天就成這樣嗎? 你是不是打算去燒了你初戀男朋友的屋子 你怎麼知道的? KC告訴我 他還知道你聯絡過江湖中人 他怕你會用錢去做些犯法的事 你是不是也知道 我曾經拍過一柄錄影帶給那個壞人? 我知道 你什麼都知道了 你是不是對我很失望? 我是對你很失望 我失望為什麼你有事的時候不跟我們商量 其實這幾天我見你神筆手手 我已經知道有事發生了 老婆, 我們結婚了 沒有事是需要隱瞞的 你真的不怪我拍攝了這麼健身的影片嗎? 我瞞你是因為我很怕你知道之後 你會不要我? 當然不會, 做錯事的那個不是你 況且每個人都有過去 那時候也是因為你太年少無知 才會拍這種影片而已 其實整件事你是受害者 你竟然明白了 你更加不應該妨礙我 我一定要燒這個影片 我不可以讓你去做這些辦法的事 一定還有辦法的, 老婆 會有辦法的 我不可以被那條影片漏出來 我不想你這肚子被人看不起 我更加不可以影響摺龍頭爸爸 我不可以因為我的錯 而令你們被人恥笑的, 不可以 老婆, 無論你是燒了她的間屋 還是被人勒索也不是辦法 我們就要報警吧 不可以報警 如果報警的話 影片就會通天不行, 不可以 難道你打算無憂子地被人勒索嗎? 老婆, 你要相信我 老婆,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在你身邊 好, 我們報警吧 來了 先生, 你涉嫌以他人私人的信件 和影片將來敲罩和勒索 我們現在要拘捕你 請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你認錯人了 你吵架了 我不要用手掌 不要用手掌 阿祥, 輕力一點 把手掌拿出來, 一手掌 很痛, 輕手一點 我終於可以親眼看見他乘之於法 不過現在這件事仰到這樣 一定會有傳媒報道的 老婆好害怕 放心吧, 我和陳警司商量過了 除了警察和我們 今天的事沒人知道 還有爸爸和阿Mas不在香港 事情一定瞞得住 走吧 老婆 朗力蓮, 你以為你拘捕了我 把我的電腦拿走 影片就不會流出來 我早就上載了影片上雲端 把連結給我的朋友 我跟我的朋友說 如果我有什麼冬瓜豆腐 影片就會流出來 臭丫頭 你真是廢話 我不怕, 我告訴你 我的朋友不在香港 他也沒想到 到時候他會用外國的伺服器 把影片放出來 我們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這麼多話說嗎? 就回警局說吧 Linda… 難道我可否被影片流出來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人做事 炸了就無法管理 阿蓮, 你別那麼衝動 如果被人看了影片的話 我以後還怎麼看見人 如果被爸爸知道的話 他一定會對我很失望的 你冷靜一點 就算所有人說你, 笑你 我都會陪你一起去面對, 不用擔心 阿輝, 你可否答應我? 如果影片播出後被人看見 你也不可以看 我答應你, 我不會看 有東西看, 過來看… 我看見平時高高在上不可一輩子的大小姐 竟然會有這種一面嗎? 真是一輩子風日下, 人心不古 影片簡直不堪任目 你在看什麼? 你姐姐 姐姐竟然拍攝這種事? 不是, 看見了眼淵, 關掉它 這個臭女兒 我還以為她是最生性的那個 我現在什麼面子都被她刁毀了 現在全港的報章、傳媒 都在說這件事 她都拍攝我們龍家的爸爸